纽约市卫生局长今天到纽约中国城举行记者会 向华人社区提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信息和注意事项 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 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方斌 好的 包容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快速蔓延 星期二 纽约市卫生局长巴尔波特 来到了全美华人最多的社区之一的 纽约曼哈顿华部中国城举行记者会 他说纽约市至今仍然没有被确诊的 新型冠状病例的这个病毒的感染者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式沟通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接到了70多个医疗提供者的电话 这些服务人员已经对像流感这样的流感患者 进行了治疗 并与他们一起确定最佳的行动方案 我很高兴地说 我们在纽约市没有诊断出冠状病毒 还没有人上升到甚至要考虑或收集标本 进行诊断的程度 维生局长巴尔波特说 纽约市现在的状况是被这一病毒感染的风险仍然很低 但是纽约市所做的应对这一病毒的准备却是很充分的 这也呼应了纽约市长白思豪早前所说的 纽约市早晚会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病人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么应该如何来准备应对这一挑战呢 我们继续来听纽约市卫生局长怎么说 目前纽约人保护自己最好的途径 是任何人在过去14天去过武汉 或是接触过去过武汉的人 或者有发热 咳嗽 气短症状的人 必须联系他们的医生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举行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因为最佳预防阵线就是在第一线预防 这才会有最好的治疗效果 我们希望纽约人能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当有症状时必须尽早就医 其实现在专业人员提供的 有关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 按照美洲中华医学会行政总监 陈建荣医生所说的 都是一些老生常谈 我们来听听陈建荣怎么说 就是洗手 用肥皂洗20秒钟 如果有咳嗽 要戴口罩 如果接触了什么东西后 不要接触你的脸 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感染 以上就是今天记者会上一些基本的要点 主持人 是 那么卫生局长在记者会上 有没有还提到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对了 卫生局长巴尔波特今天还提到了 必须要将事实与恐惧区分开来 他呼吁民众要搞清楚 究竟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恐惧 而这几天在华人社区就疯传一则 所谓已经有确诊病人的谣言 对此呢 是议员陈倩文办公室的社区联络员 陈绍峰还特别点了华人广泛使用的社交网站 微信的名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没有经过正式的新闻呢 最好不要乱传 就好像其中有一条呢 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 说在唐人街有一个病人是感染了肺炎 然后在王嘉莲中心 然后后来又转到那个一个当叹化学头 这个传言就传得很真实 然后在微信上面疯传 所以这个事情对社区的危害性很大 因为我们华人社区其实 其中一个最近有很多新年的活动 那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些没有经过正式的谣言呢 会对华人社区以及华人造成很负面的影响 所以希望大家关注新闻很重要 但是要去找可靠的新闻 经过正式的新闻 采取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 去保护自己 像洗手 戴口罩等等 但是谣言呢 可能会比这个肺炎杀伤力更大 除了谣言的杀伤力 还有与会的社区记者提出 有人到药房去抢购口罩 囤积口罩以抬高价格 这种行为呢 也遭到了包括纽约市卫生局长在内的 与会人士的批评 包容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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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